为整合地方生态资源 普里镇无工社区日前与济南科技大学合作 举办营造绿色水沙连生态观光导览的课程 希望融合生态环境资源来推展生态导览观光 带动地方的发展 我们这一次的训练已经是到比较进阶了 他们在第一期的时候有这样的学习 所以我们的负责筹办的 也是彭果栋老师 也是以前课程中心的负责推销的彭老师 那在这一期当中希望再增加更多的元素 所以我今天也就特别来去上跟一些地景有关 跟地址跟地形有关的课程 也增加大家一些学习的深度跟广度 先议员廖志诚肯定无工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并表示无工社区能够结合生态资源 发展绿色观光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推广 其实在整个无工里里面包括有很多我们的瀑布 和河川溪流其实都有很豐富的生态 这次可以结合我们既然大学 我们的彭教授和一些专家学者 可以共同来开发 共同来为到我们的理能 为到我们的生态环境 来做一个导览的解说 这就是我们埔里地区生活生态博物馆 其中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 县议员廉方语表示 无工社区生态资源丰富 尤其观音瀑布等地就拥有三条蝴蝶生态步道 这次透过与近南大学合作 推广绿色观光 让游客前来到埔里感受到大自然之美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赞许 观音瀑布的这一个步道 其实它是一个生态蛮丰富的一个地方 一个观光点 里面有丰富的这些蝴蝶生态 埔里在地的这些东西能够结合起来 进而推动我们一个休闲 生态的一个观光环境 促进我们观光 然后带动我们当地的这些产业 只要大家用心的话 我相信埔里是可以的能见度 会更加的大 会增更加的广 副议长潘云选肯定 无工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期许在与近南科技大学合作之下 能够进一步发掘社区的观光旅游资源 并结合生态保育观念 带动地方的发展 记者陈鲁一 普理采访报道